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奉主耶稣圣明来查考荣耀的教会 今天早上我们来谈生命更新的谜 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跟不信的人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 是被主耶稣基督保血救赎的人所组成的 那教会它是存在天上但是现在在地上在人间存在 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这样说 我们现在先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说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成义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路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而是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22-24 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了解 今天神的教会其实是天上的城 那这个是属灵的在天上 如果神没有开人的眼睛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旧约以希伯的时代神就在灵里面用异象显明给先知看到 他用地上我们可以了解的这个形象的语言来说明这个城市建在至高的山上 那这个殿的建立呢是完全按照神的尺寸的 那就好像教会是按照真理的规模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的教训所建设起来的一样 那这个圣殿充满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许多 事奉的制度要建立起来就像以希伯第四十章以后所描述的 因为过去许多的事奉在神看来都是可称是不圣洁的 因为好像表面上的敬拜 事实上内心是觉得是负担 甚至他们就把一些工作交给这些没有生息没有受割离 我把他们去做了 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持守神要他们分别为圣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异象里面神就一一的向先知指明 而且也说要告诉以色列家照着去做 那他特别强调侍奉神的人是何等有福 在神的这个城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得到满足的 都愿意顺服神他是掌权者 所以民怎么样王怎么样都是按照神的规矩 那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个城名字叫做我在这里神说我在这里 那在这个异象里面他特别强调神的荣耀是从东边进入 那表示在末后神的教会要按照神的计划从东方兴起 这个在整本圣经我们看到整个神救赎的经轮里面 这个预言以及这个应许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今天一个荣耀教会 它一定要是在神的旨意底下建立起来的才算 因为在救赎里面以色列的国度它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影子而已 神特选了这一群百姓来建立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 那这个国度神特别把他的律法他的旨意显明 让他们可以照着遵行成为一种见证 所以这群百姓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见证人荣耀神 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指向有一个王要出现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来把这个神的救赎普及万民 那这个工作要怎样完成就是看神怎么带领在救赎时代这些选民 来建立他的国度成为一个模型 那所以我们看救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计划是怎么安排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我们对照圣经 就会越看越清楚神是怎么样来执行这个救恩的计划 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神的能力 那我们说国度一定是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度的概念底下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就是由神主耶稣所保险救赎这些人组成的是人民 愿意相信耶稣 愿意照着他所说的去做 也愿意成为他的见证 在这个教会他可以体验神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一定充满神迹其事 在这里有非常明确的真理可以遵行 所以在这个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属灵的教导 那这个教会这个神的这个殿一定又是被神的灵充满荣耀充满的 那神的荣耀我们看神的同在一定是充满爱心 因为神他是慈爱 但是同时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一定是公义又公平的 因为神也是公义的 在这里要保持圣洁因为神他厌恶罪恶 所以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殿当中一定是要分别为圣 那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城 不管是土地还是人民都会一同蒙福 这个城里面就是让人会觉得很羡慕 这个就是属神的 是光明的跟这个黑暗掌权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要来想一想在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被主耶稣基督救赎以后 其实你如果从旧的对比来看的话 就好像百姓他们就得到神的恩典 就被救赎离开埃及了 他们在旷野的时代天天看着神的神迹 你看他们在这段困难的旅程当中 没有人因为生病而死 没有人因为饥饿死掉 他们死是怎么死的 都是被神发怒及杀死的 为什么神会发怒是因为他们的罪 四十年里面你看衣服没有穿破 邪没有坏 神的恩典每一天都同在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悖逆 所以最后你看这群百姓让神很失望 但是神又不可以放弃他们 所以神就要管教 所以你看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他就在强调这个神会管教他的百姓 我们看十二章第五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也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们管教 又鞭打凡所说那儿子 这里特别强调说 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 就是反而要感受到这个是神的爱 因为主所爱的他们有点管教 他的管教有时候又严厉用鞭打的 那这个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 表示说这个儿子本来不是他的 他现在愿意把他领养 认他 那所以第七节他说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代你们如同代儿子 因有儿子不被护心管教的呢 第八节 管教员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 这里都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管教是必要的 所以神他熬炼他的百姓 那这熬炼的过程有时候是很痛苦的 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百姓 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见解 就是他们是何等的玩梗悖逆 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的 我们现在要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建设荣耀教会 我们本身已经被主耶稣救赎 但是我们的生命 是否真的是更新的 我们的观念是否跟外邦人不同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更新 有时候我们的改变只是暂时的 好像打一下就动一下而已 就好像我们如果遇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怎么改变一下 但是等一下又回复言态了 你看这个人只要一习惯以后 他就会继续这样做了 你看我们这个pandemic 给抗害死的时候 大家就突然之间好像被打了一下醒过来 突然之间我们大家说 不可以出去在家里 就来聚会吧 那就来读圣经祷告吧 但是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一个月 慢慢你就会说 这样的生活已经习惯了 那习惯之后呢 就去找自己的方法 要怎么样在这样的状况下过生活 那只要过生活 我们若不小心 我们很容易又回到 这个世界的模式去了 这怎么看出来呢 你看今天 正在聚会的人数啊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 但是慢慢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即使在家里 还是也没有时间 我们发现 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结果 在这个网路上 在我们自己的安排 如果我们 我们的没有把神 真的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慢慢我们就觉得说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不错 我们人喔 就会找到另外一套方 一套模式 然后去适应这个状态 最后还是把这个神的管教盘忘记 一直等到下一次 又是另外一个灾难的时候 但又醒过来一点点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要知道说 离神 离主耶稣在天的日子 就越来越近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心 却一直都跟这个世界一样 没有改变的 这个历史上 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现在要建设荣耀教会 我们的生命 一定要确实更新 要把这个神的提醒 当作一回事的 不可以把它就说说听听 就这样子就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我们来看第三十三章 以西结书三十三章 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 他又说要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的守望者 那这个守望者 其实在第三章的时候 神就已经跟他讲过了 立过了 那守望者的角色就是 他要去提出警告 那他要让众人很清楚的知道说 神的法则 那所以我们直接看 第十八节 一人转离他的义 而作罪内 就必因此死亡 十九节 也恶人转离他的恶 行正直以合理的事 就必因此活着 可是 他说你们还说 我的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 审判你们 其实 这里一直强调说 神绝对是公义 他绝对不会搞错的 他看什么 他看我们人的心 要不要改变 义人如果以为说 我已经做了好多好的 我做了一点坏事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神说 他的死亡一定是因为罪内而来的 就是他离开了他所行的义 他被这个世界污染 去走这个罪恶的道路 那就说明我们人 要一直行义 不容易 行义如果不是从内心 觉得说我厌恶罪恶 很容易就被勾引去的 那因为有时候会看到说 恶人也不错 他发旺 那好像也没有怎样 那甚至觉得说 我这样子遵行神的旨意 还受苦 那何必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恶本身 他有一个吸引力 就是 他就是要让我们觉得说 我功课起身 我要求自己 好像很苦 但是别人 什么都可以做 好像很自由 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魔鬼的手段 那有时候也是神的试炼 如果恶没有马上被刑罚的时候 义人很容易就动摇 那这当中就是 这个就是 在看我们 对神的话 他的要求 是不是真的认真 我们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说 这个恶是可证的 是不要去沾染的 或者是我们觉得说 好像这个也没有关系 那就很容易 我们就被罪恶这个世界污染了 那个心就慢慢偏向这个世界去 所以 义人有可能会 这一行恶 可是恶人 也有可能会转离他的恶 如果他 愿意听到神的声音 如果转离 恶行正直合理的事 就因此活着 所以过去所做的恶 神就可以赦免 因为他既然已经改变 神就接纳了 我们就看到神 他的公义 他也是执行在 他的义人身上 他的慈爱 也彰显在这个 愿意改变的恶人身上 但是他只要行正直合理的事 他就不再是恶人身上 他就变成义人 所以神一定是公平的 好了 现在圣经一时记 第二十一节说 我们被辱之后的第十二年 十月初五日 然后就有人 从耶路上逃到我这里来说 城已经崩破了 其实这个时候 那个城已经破了 已经被攻破了 所以大概一年多 甚至差不多一年左右 这些人跑到巴比伦地 来跟以西结相会 那他们第二十二节说 他们来的前一天晚上 他说神的灵 降在我的身上 就打开我的口 那第二天早上 那个人来到的时候 我的口就开了 就不再接末了 他就可以讲话了 这个差别就是第三章 神把那个先知的口 把他封起来 让他变成牙口的先知 所以我们看第三章那里 我们之前有翻过的 第二十六节 我要请你 使你的舌头贴在上堂 以致你牙口 不能够做责备他们的人 他们言是悖逆之家 二十七节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神如此说 那现在到第三十三章 这些被掳的人来 这个时候 神把先知的口打开 这个意思不是说 在这当中 先知都不会讲话 不是的 而是他所讲的 这个责备的话 他不是 他绝对不能够讲他自己的话 一定是神要他开口的时候 他才怪 他绝对不会嘴巴讲那些 神没有要他讲的话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先知都是没有讲话的 只有神要他开口的时候 他才能开口 好了 现在这些人来了 前一天晚上 神就打开他的口 他就开始讲话了 接下去 先知 就 讲出神的话 第二十三节以后 就是神说的 神就 说他们是怎么样 犯罪 悖逆最后 灭亡的 神在描述 神在描述 他们犯了 犯罪 犯罪 甚至在 耶路撒冷留下的百姓 他们当时候 还是继续犯罪的 他们 这些百姓也没有因为这个城 破了很多人被掳 而改变说 那我们应该要遵行神的话 所以 我们看到人 有时候 即使看到灾难 也没有什么感觉的 因为死的人已经死了 活的人继续活 这个就是有时候 我们 事情没有碰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感觉 这个是别人的事啊 好像 我过得好好的 那就好啦 但其实 要小心 接下去可能就是 神的那个杖就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说 人子啊 你本国的子民到墙园旁边 在房屋门口 谈论你 弟兄对弟兄 彼此说 来吧 听 有什么话 从神而来 三十一节 他们来到你这里 如同名来聚会 坐在你面前 仿佛是我的名 在房屋门口 谈论你 弟兄对弟兄彼此说 来吧 听听有什么话 从神而来 三十一节 他们来到你这里 如同名来聚会 坐在你面前 仿佛是我的名 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 多显爱情 心却追随财力 三十二 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 声音优雅之人 所唱的雅歌 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 三十二 indeed you are to them as a very lovely song of one who has a pleasant voice and can play well on an instrument for they hear your words but they do not do them 第三十三节说 看啊 所说的快要应验 应验了 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33 and when this comes to pass surely it will come then they will know that a prophet has been among them 你看这里特别在说 百姓喔 其实这是被掳的百姓 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地去的 these people have been exiled into Babylon 他们现在来到先知这里 然后就说 诶 来吧 听听看 今天神又没有什么话 从你来 they gathered to the prophet and said son of man Do you have Prophet do you have any words to say to us 就好像在听唱歌的一样 听表演一样的 it was as if they wanted to hear a performance 因为 神告诉 神告诉先知的 因为这是神跟以希姐讲的 and these are the words that the lord said to the prophet 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来聚会 仿佛是我的名 they come to you as people do they sit before you as my people 他们的口多显爱情 好像想要亲近神 但是其实心一样是追随财力 with their mouth they show much love but their hearts pursue their own gain 他们把 把这个先知讲的这个预言 当做一种娱乐啊 就好像听唱歌 去看表演一样而已 they were treat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just like a lovely song 那因为 他们听你说的话 但是不会去行 they were listening but they would not do it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when we read t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need to take heed 我们今天在网路上 你可以听好多好多的道理 你知道吗 and on the internet we can listen to many different sermons 现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 不知道比例多少了 不是很很高 基本上 现在每个教会都有网路 他都可以把教会的聚会 对就把他拨上网去的 there are so many sermons because every single church can put their sermons online 你是听这些道理 是不是把它当做 好像在看表演 就听唱歌 人家唱歌 遗乐一样 do you listen to these sermons as if it is a performance 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this one is pretty good i like that one too 是把它真的在听道理 还是把它看表演呢 are you listening to it as the truth or are you thinking of it listening to it as a performance 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 到底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does the word of god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你看 重点就是我们的心啊 so it's just a matter of our heart 所以今天 网路这么方便喔 你在网路上可以看到 好多好多东西 the internet is very convenient you can look at many things 但是我们可能 变得比以前更忙 没有时间 最后我们还是一样 把时间花在这个娱乐上面 只是娱乐患的一个模式而已 and we still waste our time on entertainment it's just a different form of entertainment 我们听了神的话 可能能来没去行的 we may be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but not doing it 那这个就是很冤枉了 this is a very tragic 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苦难当中 白受苦 根本没有长进 we might have suffered in this pandemic in vain and not have grown from it 而且还可能更退步 or we might even backslide 因为我们来到教会 有时候来到教会 至少我们知道说来教会 我们会注意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啊 但是现在在家里 谁看啊 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网路上聚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在听道理的 我们是真的在听了还是说 就把它放在旁边当做背景 我们网路的聚会 真的完全要靠我们的内心 你是不是真的在意追求道理 才有功效的 最重要的就是 当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心 要来进进神 还是想说没有关系啊 我等一下有空的时候 我再来听就好 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的时间 永远有其他事情占据住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事 就要很专心很很很 很注意的去做它 做好 那我们听到神的道理就要去做 所以不是把这个先知的话当做娱乐 你知道那个以希杰先知 他在百姓当中有一个 就是好像变成说 他是专门在讲语言的 然后讲比喻的 让大人可以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以希杰结束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二十章 你看第四十九节 四十九节 于是我说 主神啊 人多指责我说 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以希杰结束看到好多比喻 那那个比喻比如说像第十六章 他就用那个两个姐妹被神收养了 然后之后他们的表现 一点都不会感谢 神很伤心 这个说明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 他们的表现 这个说明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 他们的表现 最终偶像 所以这个比喻嘛 第十五章 那个葡萄 葡萄树的这个树枝 这个 这个木头被烧 第十七章 这个两只鹰 两个葡萄树 也是做比喻 然后到第十九章 狮子 这都是讲比喻的 这都是讲比喻的 第十章后面 那个南方的树木 从野火会烧起来 从南到北烧到每个人都是 脸都黑了这样 哇 这个都是比喻 它的重点是第四十八节说 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是主 我主使火早起 这火必不熄灭 这个火是神点起来的 就是从神来的管教 但是这些比喻 百姓听一听 当那种娱乐 那猜猜也不错 没有真的去明白 神到底在讲什么道理 要他们改变什么 这样的一个现象一直持续 你看一直到 这些百姓被掳 被掳到外邦去 到县制去的太多 一直都维持一样的 这样的百姓 要如何能够去承受神的荣耀 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 这样的一个恩典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改造百姓的心 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为什么先知书 他这样子安排 荣耀要重返耶路撒冷的圣殿 一定是百姓的心 先被改造成为新的 如果心没有改变 能不能以过去的模式 在过生活 绝对看不到神的荣耀 如果还是一样跟这个世界做朋友的 想法做法还是都跟世界一样的 是看不到神的荣耀的 是看不到神的荣耀的 那当时候他们有许多的那个 观念 其实都无形当中在影响百姓对神的看法 例如说我们看第十八章 我们昨天读了十八章 十八章 这个一开始第二节有一句话 你们在以色列的地怎么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我们很多人怕酸 酸一酸下去牙齿都软了 大家都喜欢吃甜的啊 那这句俗话 你如果查在耶利米苏也讲过的 耶利米苏31章 他讲的是一样的哦 同样一句俗话 因为他们这两个宣誓是同一个时代的 表示说在那个时候 这句话很流行 这个叫俗语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受苦 我们现在这样叫做受苦 其实都是我们列祖 我们的祖先犯错 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对啊我们的列祖他们都犯罪啊 所以今天神要审罚我们 他就没有想到说 其实是自己犯罪 列祖的错是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改不了了 但是现在神要刑法摆现 不是因为列祖的罪 是你自己这一代人的罪 接下来这个先知 神就要把他解释清楚 他就要让众人明白 其实神他的信是什么 我们看第18章的第23节 主神说 恶人死亡 岂是我喜悦的呢 不是喜悦 他回头离开所行的盗存活吗 23节 神他不愿人死亡的 30节 所以主神说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 30 31节说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 进行抛弃 制作一个心心和心灵 以色列家 你们何必死亡呢 32节主神说 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 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这个就是神的心 他一直要人回头 不要在罪恶里死亡 一直呼吁 他说 你们要把这些罪恶抛弃 制作一个心心跟心灵 自己要有这个意愿才可以的 那如果自己不会从心里面要改变 那神一直这样讲都没用了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什么道理 你都一定要从我们内心想通 我们自己就说 我应该这样改变 我们愿意去遵行的时候 才真的会看到一个新的结果 如果需要旁边 有人一直在讲的时候 我们才做 其实基本上 那是 那是没有生命力的 可是神他的这个计划 他要改变人的心 因为他的荣耀要再重新回到这个店里面来 神要用他的大能改变每一个人 那 第36章 我们就看到神的 他要复兴百姓的应许 然后他的作为 他要让这个百姓有一个新的心 新的灵 什么东西都变成新的 他要让这个土地 这片土地 重新再变成荣耀 而且能够生产丰富的 第36章 第8节 第8节说 以色列三 你必发枝条 为我的名 以色列结果枝 因为他们快要到这里来了 第9节说 看来我是帮助你的 也必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这里 他特别是对这个以色列山 这个就是这个土地说 那这个土地说 我是帮助你的 让你可以耕种 就是这个土地 可以再出产很多东西的 那让这个百姓 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时候 会生养众多 会享受福乐 第12节说 我必使人 就是我的名以色列 行在你的上面 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 这都是对这个土地说 土地不会再变成 吞吃人的土地 第15节说 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 不再受万民的作骂 也不再使国民半叠 这是主神说的 神 神祂要让荣耀重返圣殿 祂祝福这个 连土地都得福气的 改变它 那这个土地本来就是流奶以密 神祝福的地方 是有荣耀的 但是这个土地后来就变成 人家讥笑的对象了 那神现在要把它重新更新 把它恢复起来 你看那个土地以前是怎么荣耀 看以西结书20章 20章 以西结书20章 我们看第6节 那日我向他们起誓 必领他们出埃及地 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密之地 那地在外民国中是有荣耀的 再看第15节 因此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 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 是给他们流奶与密之地 那地在外民国中是有荣耀的 再讲一次 神一定给百姓这个应许地 是充满荣耀 是充满恩典的 但是因为百姓的罪 连带让这个地都受到做主 现在神要把它更新 他应许这个复兴要来到 百姓的心要成为新的 这个土地要重新 能够成为得福的土地 那要他让所有的民 他们 对跟人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跟土地的关系 都同情恢复起来 很和谐很好 这个应许 在36章写得非常清楚 有这些更新的生命之后 那他们跟神的关系 才能够建立 他们跟人的关系 才会合一 才有办法准备自己 去迎接神的荣耀在里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更新的人 从我们的内心 我们愿意这样做开始 我们先在这里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一起默导 来吧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